曾經報導有一個本土劇演員 歐吉 陳清達 去年在喝酒之後 到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急診室 要求醫護人員 立刻幫他住院的母親 掛上氧氣罩 後來呢 他自己覺得沒有受到重視 就對醫護人員拳腳相向 事後醫院方面提告 檢察官依傷害公然侮辱 還有恐嚇等罪嫌起訴他 但是依審判決 法院卻指依恐嚇罪嫌 判處他四個月徒刑 還可以醫科罰金 其他的罪行 因為已經跟醫院和解 所以都不判刑了 有醫護人員表示 這樣的判決實在太輕了 今年二月 演員歐吉再度來到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急診室 對著醫護人員鞠躬 刻意表現誠意 不過還是得為當初的衝動付出代價 法官審理之後 以恐嚇罪加他判刑四個月 可以醫科罰金 那另外在犯後還在網路上發表 蔑視護理人員的言論 犯後態度不佳 又考慮到說被告是因為 事情發生在去年五月 演員歐吉的母親因為急性肺炎 緊急送往張基急診室 當時醫護人員正在進行急救流程 不過歐吉卻堅持 要先替他的母親掛上氧氣罩 隨即就對醫護人員 拳腳相向 院方認為不該包庇 急診室暴力 因此提告 檢方依傷害 供然侮辱 恐嚇危害安全等罪 將他提起公訴 請求從眾量刑 不過法官考量他是情急之下產生的衝動 加上和院方部分和解 警疫恐嚇罪的部分判刑四個月 只是可能只是在作秀這樣子 之後的表現才決定他 這次道歉到底是真還是假 這樣 二月二十號歐吉公開道歉 不過醫護人員似乎感覺不到誠意 因為雖然直接道歉道歉 也賠償和解 不過卻是在法官的要求之下才做的 道歉過程也只是逐次念稿 對其他的問題不願多說 而就在道歉記者會前四天 歐吉又因為要前往鼠立 張華醫院探病 和保全發生衝突嗆聲 這次的判決結果 歐吉低調不願回應 卻也讓醫護人員感到 司法重重提起 輕輕放下 藉由林健身捧換裙 張華報導